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如果有两个国家 尤其是两个都是大国 只要是相邻就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上世纪全世界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 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两个集团主要是分东西方 东方代表保守共产 集权专制 西方是代表自由开放民主 以前中国是属于东方 就是保守专制独裁 其实中国从来都是专制独裁 不过在60年代 中国跟苏联就交恶 继而翻脸 其实主要是从赫鲁晓夫开始 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斯大林 甚至要编尸 这让老毛觉得十分害怕 将来会不会轮到我被人编尸 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结果中共跟苏联就开始翻脸 苏联撤走了所有在中国的专家 到了1959年至1962年 当时中国饿死人 中共宣传的是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还有苏修逼债 什么是苏修逼债 就是苏联修正主义逼我们还钱 还什么钱 因为当年打韩战 苏联提供的武器不是白给的 而是要你出钱买 中共没有钱怎么办 那就给粮食 结果中共就把自己的粮食运到苏联还债 这就叫做苏修逼债 实际上是假的 苏修并没有逼债 当年克鲁晓夫知道中国饿死人 就告诉中共 我们体察民情 知道你们很困难 我们暂时先不用你还 等到你们的经济恢复了之后再还都可以 结果老毛就觉得克鲁晓夫是在调侃他 他不但要还债 而且还要加倍 明明一年只能还100吨粮食 他就加码还了两倍 还够200吨 当然 这个面子要饿死中国4000万人的代价来帮他达成 所以从60年开始 中共跟苏联就开始翻脸 一直到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激战 中共军队的跟苏联的军队在珍宝岛展开激战 结果中共军队打赢了 其实珍宝岛很小 实际上珍宝岛不是一个岛 只不过是一些淤泥日积越累 越积越大 结果就成了一个岛 情况跟崇宝岛差不多 但是崇宝岛更大 崇宝岛位于长江出海口 那里实际上本身只是一些淤泥 结果日积越累 越来越大 就变成了一个岛 珍宝岛激战之后 因为中共占了上风 所以就在国内不断宣传 说我们打败了苏修 严诚入侵之敌等等 结果苏联当时的领袖伯列日涅夫就说 要对中共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切割 就是要在北京扔核弹 要把你们这帮王八蛋权给炸死 结果老毛很害怕 当时所有的政治局的委员 常委等所有的主要官员权都不在北京办公 而是分布在武汉 上海 天津 东北等等 林彪当时是在广州办公 所有的人全部分散 不在北京 因为他们怕苏联真的会扔核弹 这样整个共产党就要灰飞烟灭了 结果在1969年 中共就想着反正没有领导人在 不如重建天安门吧 因为天安门日久失修 已经成了围楼 所以在当时整座拆了 然后重建了一座假的 现在的天安门城楼是假的 是1969年重建的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 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中苏开始翻脸 之后就让美国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情报 主要是当时的中共特务金无怠 把这个消息放给美国 因为当时金无怠是美国中情局的情报员 他最高级做到了亚洲司司长 掌管整个亚洲的事务 他把消息传给了中情局 我们获得情报 中共跟苏联翻脸了 所以当时的建议就是可以让中共投靠美国 或者是跟美国走得近一点 联美制苏 结果就有了美国市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在1972年秘密访华 当时在访华之前并没有公开 之前是故意去了巴基斯坦 然后采取到访华 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就促成了后来的尼克松访华 当时中共还天天喊要打倒美帝纸老虎 但是为天美帝头子就来访问 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都觉得非常疑惑 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为什么老大哥不再是我们的老大哥 变成冤大头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敌人怎么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实际上中共非常现实 因为中共跟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共只不过是由苏联养的一帮走狗特务所创立的 李大钊就是苏联特务 后来中国被共产党窃据了之后 跟开始苏联老大哥平起平坐 毛泽东就觉得我自己要当老大 不跟你们玩了 之后苏联说要给他扔核弹 他就非常害怕 一害怕起来就想去投靠美国老大了 拜了美国当老大之后 后来的邓小平更是亲自前往美国投尘 我们跟着你们美国走 我们要发财 我们不要再像苏联那样当穷鬼 结果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 中共就开始全面抵制苏联 没有去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本来那一年中国是准备参加的 因为中共一直以来都被国际社会封杀 不能够去参加奥运会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他就没有去参加 因为当时还没有跟美国建交 后来在1949年建交 正式败了美国为老大之后 就去抵制苏联搞的莫斯科奥运会 结果中共就带队 缩使那些第三世界楼洛国家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美国当然是不去 西方国家也没有去 所以中共苏联的继承人 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实际上关系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完全就是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 随时有机会翻脸 最近有网民发现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 马尔丹公开在电视上宣扬中国威胁论 扬言在任何事后都要防范中国 其实他没说错 因为两个大国相邻 就都会认为对方是自己最大的威胁 跟你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反而不会有威胁 现在美国和其盟友正在不断地围堵俄罗斯 问题是现在俄罗斯觉得 美国不是他们最终的敌人 他们最终的敌人是中国 马尔丹说 俄罗斯的真正敌人只有中国 普京也曾经宣称 说是因为受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挑拨离间 才会导致俄乌战争 我们被人缩摆 我们被人摆了一道 我们被那个死胖子忽悠去出兵了 他骗我们说他要去打台湾 然后我们打乌克兰 结果我们打了乌克兰 他现在又不打了 所以俄罗斯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也成了冤大头 被人摆了一道 那现在怎么指 已经骑虎南下了 他们会不会真的准备要跟中共翻脸 然后开战 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问题 因为双方有着领土的争议 虽然两个国家的官方都不吭声 但是在民间也有着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在中国 那些小粉红即便平时有多敬拜他们的额爹 但是一说到领土主权 他们的心里面就有一根刺 即便是不方便说出口 那里也是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台湾也只几万平方公里而已 相对小的可怜 三百多平方公里等于几十个台湾 面对台湾他们说一点都不能少 那几十个台湾 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而且在俄罗斯占领的外星安岭 江东六十四屯 海兰抛 库叶岛等地方 那里有着大量的资源 而且还有出海口 那块地方被俄罗斯侵吞了之后 中国在东北就没有了出海口 所以东北的生意各方面都一蹶不振 就是因为没有了出海口 再加上那里有大量的天然资源 包括木材 矿物 石油 天然气等等全部都有 结果现在全部便宜了老毛子 所以双方有着很大在矛盾 最近他们围绕着天然气管道的问题争论不休 这条管道要透过蒙古输入给中国 中国当然是不想这样 因为要透过第三国 而且蒙古跟美国走得很近 在蒙古可是有着美军的基地 所以中共也非常害怕蒙古随时会翻脸不认人 这样一来自己就会腹背受敌 我头顶有个蒙古 下面有台湾 旁边又有日本韩国 然后在西边还有印度 东南西北全部都是敌人 所以他不敢这么做 这条天然气管道再加上石油的运输其实是中共的命脉 因为中共自己不够用 中国自己生产的石油的天然气根本不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购买国就是中共 所以他非常害怕 万一俄罗斯真的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当然 俄罗斯其实也有着盘算 他们会不会在最后把中共交出来 就像川普一开始所想的要连美抗中 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如果川普上台 他有很大的机会会放过俄罗斯 然后怂恿俄罗斯一起夹击中共 因为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非常有权威性 差不多是中国的央视主持 他的话不多不少能反映出普京的意志 所以说不定他们现在有可能正在制造舆论 将来向美国输成 当年你中共可以出卖我 向美国投诚 那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反过来出卖你 我向美国投诚 我要跟美国做朋友 不跟你玩了 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制裁俄罗斯 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他还可以跟美国说 大家不如把这个国家瓜分了吧 反正这个国家这么邪恶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所以老毛子从来都是中国的大患 谁让他们的土地接壤 他侵略你可方便多了 难道你让美国来侵略你吗 美国从来都不会要人家的土地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Patreon 请订阅Patreon 请订阅Patreon